讲养生,要先清楚自己是哪种体质 大家好,我是中医李生 今天我们接着上期视频 继续讲剩下的四种体质 只有知道自己属于什么体质 调理起来才能对症有效果 如果您没有看过上期的内容 可以在我的主页里找一找 那好了,我们回归正题 第四种就是阳虚体质 所谓阳虚就是指阳气不足 常表现为胃寒,怕冷 一年四季,手脚冰凉 并且一接触凉的胃就不舒服 洗热饮,容易拉肚子 伸出舌头一看,舌,淡胖,胎,薄白 这种情况就需要以温补肾阳为主 中医常讲肾阳是人体一身阳气之根本 肾阳补好了,自然阳气也就足了 所以说,像这种阳虚体质 幼龟丸就有不错的效果 第五种是热体质 这种体质常表现为口臭,口苦 油光满面,总感觉皮肤很油 而且头身困肿,大便粘质不畅 小便短红,且味道很大 伸出舌头,舌质偏红,太白腻 这种体质最常用的就是龙杆腺肝汤来清理湿热 另外,饮食上应避免吃一些重口味的食物 少喝酒 第六种就是弹食体质 这种体质现在很多人都有 通常表现为体型肥胖,大便不成型 弹多,容易出汗 胸闷,四肢困倦 嘴里发黏,脸上,头发爱出油 喜欢吃一些油腻的东西 一看舌头,舌太厚腻 而这种情况,大多考虑二臣丸来健脾力湿 最后就是血瘀体质 这种体质就是因为血液在脉络中运行不畅 形成瘀质 中医上认为不痛则痛 所以说血瘀体质通常以疼痛为主要表现形式 比如说胃痛,肢体疼痛等 另外,血瘀体质外在表现 一般面色口唇颜色比较灰暗 容易出现黑眼圈 且特别容易出现淤斑淤点 这种淤血问题 伸出舌头一看 舌指暗紫 舌下经络青紫目张 而这种情况就应该考虑血腐竹鱼丸 它有比较好的活血效果 视频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中医讲究辩证论知 要是想调理身体 还是要在医生的辩证下再调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